前段时间 相信不少玩家被索尼的新掌机给震慑到了 索尼的外观 单一的用途 都不免让人怀疑起 索尼这又是在打哪门子算盘 在掌机被正式公布前 大家可都是议论纷纷 什么PSV新版爆炸Switch之类的谣言更是层出不穷 直到小索亲自展示 才断了这部分玩家的念想 这台原代号是PSQ的新掌机 在正式发射后 缩写正巧也是PSP 不难看出 应该是索尼想蹭以前PSP的热度 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定要整这么个烂活 掌机本身的硬件其实没什么新颖的 显示上是一块8英寸的1080P分辨率60Hz刷新率的LCD屏 感觉这玩意儿是从哪个汽车显示器上抠下来的 不过考虑到索尼本家的串流质量最多也就这么高 倒也合乎情理 掌机自带扬声器 配备3.5mm耳机接口 还有一个Type-C的充电口 但是重点是 它不支持蓝牙 如果你想用蓝牙耳机玩的话 就必须用索尼最新的PlayStation Link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目前只支持索尼最新的几款耳机 说白了 就是把该有的功能给关掉 然后强着你去购买新的产品 控制器方面就是把原本PS5手柄的触控板去掉 然后砍成两半 再用揪击手粘在屏幕的两侧 原本触摸板的功能被放在了屏幕靠近玩家的两侧 分别进行了虚拟映射 根据那些体验过的玩家反馈 除了多了两根灯条做了装饰以外 其余部分完全就是PS5原装手柄的体验 包括HG震动 自适应扳机都是相同的规格 不像之前PSVR2的手柄那样 对反馈的力度进行连格 机子本身的内存不对外展示 也不向玩家开源 系统完全封闭 不支持玩家任何多余的操作 目前的作用只能使用来串联PS5 注意 只有PS5 PS4是不支持的 与官方软件一样 支持远程与本地的两种连接方式 但是远程的设置方式并未具体演示 参与试玩的玩家们也都同一口径 多数的游戏感觉不到延迟并且画面很好 但是他们测试的时候都是在PS5旁边进行的 所以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我自己估计应该是与第三方软件 PSPay的串联水平相当 大概率即是是支持HEVC解码 能进一步地提升稳定性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台掌界的基础逻辑还是与官方APP 亦或者第三方没有什么差别 能够提供随时随地的游玩 在绑定了主机与网络后 任何安卓或者苹果设备 接触APP也都能做到 虽然官方软件不支持PS5手柄的特性适配 但是第三方的PS Play是支持的 并且也同样可以在有HEVC解码的设备上 支持HDR串流 第三方软件如此华丽的功能 都显得新PSP的效果是那么的鸡肋 在最原始的爆料中我们是能看到的 它的底层就是一个安卓系统掌机 所以如果开源了能够支持月光又或者XVXPlay的话 那么作为一台串流掌机 它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竞争力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 它是封闭的系统 且只能通过未知软件串流PS5 这就让这台掌机 无论是Ur的乐趣还是使用场景都被极大的限制了 机子本身并不算小 更像两边这种中间窄的设计 就注定了你想要带它出门 就必须要穿戴保护包 不能裸机随拿随放也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远程串流 目前来说必须要掌机与主机 双端都拥有IPv6的良好网络 并且即便也是开热点给掌机 也不见得就能稳定 毕竟这样设计的速度再快 也比不上直接做个内网穿透来的实在 在本地端 它或许能够满足你躺在床上玩 或者蹲厕所玩的时候的想法 但是别忘了 即使是一块老平板又或者手机 也都能在本地串流时 获得相当不错的连线效果 直接用PS5手柄连接平板 又或是买个能够夹住手机的手机手柄 都能获得类似的体验 并且它的价格也绝对用不到1400那么高 对于PS5的配件体系来说 这的确是一种补充 好可以软件不谈 这款新的PSP的定位 确实填补了PS5时代 串流硬件的空缺 但是索尼在之前就为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现在这个时代 基本是台设备 就能为PS5提供良好的串流平台 单独出一台封闭系统的串流掌机 也仅仅只能说是给玩家多了一个可以选择的玩具 留给大家充值信仰的空间 视频的最后 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一群看见了索尼就囤的黄牛 也开始囤这个串流机了 到时候 我们可能会以更低的价格 拿到这台串流掌机 如果它的价格被压到了1000以下 那么这台带着屏幕的手柄 还是有一定的可玩价值的 好的 那么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点赞三菱支持一下吧 我是三位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